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 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善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萧雄》。 张作霖请马龙潭出山。 说什么,马龙潭也不答呀。 后来张诗飞啊,冒成坏水来了,他跟谁也没打招呼,黏溜溜的离席他到了院里头。 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张诗飞把脚一剁脑瓜子一捂了,他就骂开了。 马龙潭,你他妈听着,你小子他妈不是个人。 真出乎大家的意外啊,在场的人呢,无不惊骇。 心说这人有神经令啊,怎么说着笑着冷不定翻了脸了。 连张作霖也为之一正,张诗飞结肠了下嘛,你该一脸不要脸,你死不要脸呢你。 就凭我们师长,那是陆军中将,见着你的面一个字都没埋怨你。 恩公长,恩公短,把你捧上了天,这么向你保证,那么向你提出要求,请你出头给帮帮忙。 哈,你仨爸爸绝捆着一块还端起那个臭架,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你,我们也是陆军二十七师,也照样剿匪,没你,我们照样打胜仗。 你装什么云南大半算的你,你死爹哭娘,你是个命种啊,都说你是人五人六。 我看你是人八,你不是个人,你这叫欺负人。 那张诗飞越说越来劲,把枪拽出来,对着这天上,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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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削了五枪。 哎呦,众人可炸了妙子,张作霖赶紧出来了,是非,你分了,你叫什么把你撞出来,你开枪了什么? 还不把枪带起来,胡老嘎也劝,是非啊,是非,你怎么了? 就马龙潭坐在原位上,连刷青,一语皆无。 马龙潭手下还那么多人呢,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莫非还要出人命? 哪知道这五枪放过京都的内宅? 有人非报老太太,马龙潭的娘,在老妈里搀扶下到了前院。 他这心说怎么了这是,光光之响枪啊,吓得心惊肉跳的。 等到了院里一吵大伙儿,那好几十人,一个个木雕泥树一样。 哦,张世飞在这儿画那个脑袋,不知道说什么呢。 老太太这一出现,张世飞赶紧把枪带起来。 干娘! 干娘哎! 女儿太欺负人了,你得给干儿子做主啊! 马龙潭一看也傻了。 啊,心说他怎么认识我娘呢? 什么时候我娘收了个干儿子,你这事我都不知道。 张世飞往老太太面前一跪,搂着老太太双腿。 老太太点了点头。 是非啊,张处长。 不必担惊害怕,也不必委屈。 有什么话,自管对老身将来,我一定给你出气。 娘啊,你说你儿是个什么人吧? 他不如你这干儿子。 以往的经过,我跟您说过,那我就不重述了。 咱就说现在发生的事。 娘啊,您看我身后那个人是谁吗? 他指的是张作霖呢? 老太太不认识。 一瞅这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便装,可凭精神,俩眼黑兜兜的放光。 而他是谁? 娘啊,他就是二十七师的中将师长啊。 我得顶头上师。 我们师长儿子丢了,能不着急吗? 本来日理万机。 那军队上那么多的事情都管不了了。 出来找儿子来的,找到你们家。 可见你儿千恩万谢,恩公长恩公短。 逃出去表示感谢之外,还想请你儿出山。 知道马龙台是个人物,希望他能帮个忙将来剿匪的时候有用。 你可,这有什么奇怪的? 好汉户三村,好狗户三林,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对不对呢? 你不能埋没于草莽之中,早晚不就成非人了吗? 哎呀,这马龙台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啊。 哇,那会儿一排把嘴一撇脑瓜一捂了,就搅着自个儿了不起了,说什么他也不出山。 我说娘啊,你说这人是不是给脸不要脸的? 是不是有点不识台语? 把刚儿我都要气疯了,我这才鸣枪示警。 实质上我是给您老人家送信,请您老人家给帮帮帮。 嗨嗨,哎呀,老太太一听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啊。 难怪你叫张是非,你真是个是非母子,用得着吗? 可这阵马龙台一看他娘来了,赶紧出来了。 马龙台孝顺,大孝子。 受那个严格的家庭礼教,二十四孝都学到家了都。 父亲没了,母亲是一家之主,只要娘说话,她不敢不听啊。 马龙台来在母亲面前行了个礼,你啊,把您老人家吓着了吧,废话少说。 我说,龙台呢,刚才张处长说那些话,有没有啊? 有没有那么回事儿? 呃,呃,有。 说的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哪对,哪不对? 娘啊,他是这么回事儿的心已经寒透了。 您老人家最了解不过,我不愿意出善,况且您老人家还在着,而应该在堂前尽孝。 无语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 我还得笑说,呃,呃,呃,你这叫借口啊,你啊,娘我身的骨这么硬实,吃喝不愁,用你尽什么孝啊? 嗯,既然张市长瞧得起你,请你出山,为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真不是好歹啊。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糊涂的儿子,娘,您别生气。 马龙台一看娘生气了,哭通跪下了,张市飞在旁边把袖子挽上了,娘,打他不? 您了,您了,您了,别动手,把您震上,您说怎么走,我伸手。 张作霖看这也不像话,这是什么玩意儿是,张作霖赶紧过来了,你瞪脸,张市飞笑着躲在旁边呢。 张作霖过来,给老太太见礼,老伯母一向可好,我这儿给您行礼了。 方才张之飞介绍 老太太心说 这叫师长呢 那位说那师长有什么了不起 那师长不有的是 分年代 那民国年间 全国才有多少军队 这么大的东三省 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包括辽姬黑 还有内蒙一部分 同共才住着四个师 那要做个师长 那有一定的实力 举足轻重 能扭转乾坤 那才了得 所以老太太对张作霖 另一样看待 另外一看这张作霖 给我行李 人家什么身份 我算个什么 老太太被家感动 赶紧一礼相欢 马龙潭说都请到屋 娘啊 你也到屋吧 好 你连我也连不走 我这话非得说 干净不可 书说简短 到了屋里头 老太太是堂前训辞 把马龙潭 撸了个茄皮上 最后问马龙潭 张市长请你出山 你愿意不 娘 我主要担心您 您让人家愿意的事 而自然听从 娘 您乐意 那我就跟着去 哎 这就对了 哎呀 张市非乐得肚子之疼 马龙潭用眼角 瞪张市非 心说 他妈你缺得透了 小子 给我来个赞 将来咱们走着瞧 张市非明白 新说话 马龙潭呢 到什么时候 你也占不着便宜 嘿嘿嘿 不信 咱就试试看 简短结束 当天晚上张作霖 住在四方台 老马家 第二天起身 马龙潭跟家里人 话别 收拾收拾行装 外边准备的马皮 把家里的事都做了 交代 陪着张作霖 保护学良 胡老卡 张市非等人 这才回到新民宿 张作霖呢 在半道上派人 飞马回去送信 让大家放心 一老一少 是非都找着了 哎呦 消息传开呀 二诗七诗的人呢 全都知道 奉天的张作相 孙烈臣 苏家屯的汤二虎 各地的朋友 是纷纷赶奔 新民府迎接张市长 等见着面之后 就好像离别了 多少年似的 全把张学良 给围住了 这个也问 那个也问 哎 学良精神头还不错 小肚巴巴的 一一做了回答 众人转回身 就安慰胡老嘎 但就没人理张市非 哎 张市非一看 咱这人缘多好 就好像我没丢死 失踪了这么多天 没人打听 闲言少许 众人陪着张作霖 陪着学良胡老嘎 前户后拥赶奔 新民府战山烧锅 上这干嘛呀 张作霖的娘 媳妇田小凤 都住在这 他不有个干爹 叫高湛山吗 人家家闲房子 有的是还好 高湛山啊 这老头热心肠 拨出四座大院套 给老张家的人住 所以才奔这来 老太太 早就躺到炕上 起不来了 闭眼睛 就是张学良 睁眼睛就含孙子 都疯了都 张作霖的媳妇 本来就有病 儿子里就有病情家具 再有两天 人找不回来 非出人命不可 可学良这一跑回 俩小手扎着着 奶奶 我回来了 哎呦 我的孩子 老太太乐 昏过去了 在场的人 努不落泪啊 等明白过来 老这孙子 这顿亲 这顿看 老太太乐 学良坐在奶奶怀里的 笑呵呵 讲经过 老太太说 去看看你娘去吧 你娘啊 比我还着急 张学良 有人领着 又看着娘 你妈让人怪不怪 精神支柱 这么可了不得 赵二妞身体 那么不好 在那儿 躺着跟死人相似 听儿子的声音 他能坐下来 等把儿子抱到怀里 这病就好了多一半 张学飞用手一捅 马龙弹 我马的人 你损不你 我没说瞎话吧 你要再给我们留几天 这出人命了 真出了人命 那就不是现在的情况 马龙弹也感觉到 有点内疚 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 因此这脸呢 一红一白的 有人禀报田小峰 田小峰在田大丫头 陪伴下一六分 一样闯进屋子 学良在哪 孩子在哪 就好像学良的亲姑姑似的 这段库 当然 这是洗衣中碑 咱不必一一详细描述了 大家高兴 张作霖一看 怎么办吧 先给马龙弹安排住处 分别给大家做了介绍 张作霖特别强调 这是我的恩公 大家得另眼看来 谁要对我马的哥 有不恭敬之处 别说我对不起他 马拉巴子 我给他切开亮着 张作霖这句话 谁敢小看马龙弹 另外马龙弹 这人也非常自觉 学习张作霖 非常谦虚 人家也不讨人险 所以备受尊重 头天没事了 到第二天 张作霖一看高兴 吩咐 就在战山烧锅 大牌艳艳祝贺 这是洗衣 哎呦 头面人物全醒来了 摆了五六十桌呀 在这席面上 没有穿军服的 那人扛着军衔 武装带 那多别扭 穿便装随便 以张作霖为首 一色都是便装 当然了 马辫卫队 都双家伙 在寺外警戒着 汤二胡 呼了这大脑袋 哎呀 我今天各位 我替作霖高兴 我这儿找回来了 没说的 咱们今天一罪方向 我替作霖给大家敬酒 来来来 马兄 我先敬你一杯 啊 马龙潭一看 这就是著名的盟将 汤二胡 原来是青马侃三界沟杜老判手下拔的炮头的头一个 现在是张作霖手下的虎将 一看真够胡 这颗头 这脑袋 这个气质 够武将的披萨 马龙潭非常高兴 一迎二进 大家是推杯换战 有说有笑 张作霖呢 喝酒不忘正事 上锤手坐着孙烈臣 下锤手是张作相 张作霖得了解了解奉天的情况 我不在家 诗里头怎么样 奉天省城有什么动静 两个人详详细细做了禀报 没发生什么大事 只是冯林河的二十八师 叫蒙飞给打花了 而且冯林河被困白城子 里无良台外无救兵 如果再没有援兵 恐怕就得全军覆没 如今已经传出风来了 下一步 恐怕就要调动二十七师 因此孙烈臣张作相啊 都做好了准备了 张作霖冷笑了一声 心说我才不着急 用我的二十七师啊 咱得讲讲条件 叫我上哪就上哪 没门 那张作霖办事情够多花呀 做到心里头有数 正这么个时候 进来两个女兵 这个女兵啊 是专门服侍田小凤和田大丫头的 也全身的容装 带着双家伙 其中这个女兵的副队长来到田大丫头进前 趴到耳边上 本来那田大丫头挨着唐二虎坐着 眉飞色 我正高兴的 听这女兵说完了 脸沉起来了 往身旁看了看唐二虎 唐二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大脑袋探过去了 夫人 什么事 田大丫头没理他 把酒杯筷子放下 跟着两个女兵出去了 张之飞在旁边坐着你 王二虎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他那样还挺保密呢 哎呀 张之飞说凭着我的直觉 我觉得这事还不简单呢 田大丫头出去 能有一个多小时没进来 他二虎就没底了 他说干什么进来 在座的这么多人 他不找 专找我夫人干什么呢 二虎打算站起身来出去看看 正在这时候田大丫头回来 那俩女兵跟着 在田大丫头的身后 还跟了一个女人 这女人呢 一装入食啊 个头比田大丫头还猛着一点 身材修长 虽然说上了点年纪 徐娘半老 风云游存 谁也不认得 唐二虎把眼睛一揉 不见的女人便把一丑事 他 他二虎下了一缩脖子 我给娘给吃溜 钻桌子底下去了 张师傅一看这怎么回事 哎 低下闷气 你上那干嘛 哎 我师傅啊 搞个手 替我保密 谁问我 你就说没看见 哎哎 好 怎么 什么事你犯案了 说话之间 田的丫头 进了屋 俩眼发指 往自己的座位上一看 没人 唐二虎的 唐玉林的 谁看见了 八弟 看见那二哥们 张师傅一瞅 哦 知道有事的 没看到啊 刚才还在这坐着 不是 不是出去了 哎 我 我你找着 张师傅说实话 用手一指 这桌子底下 您说 孙伯 田大丫头过来 用手一周 这桌子 哇啦 碗颤家伙 全都掉到地上了 盘子也摔碎了 碗也摔碎了 把汤二虎露出来了 连在座的张作霖 所有的众人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见田大丫子 一伸手 把汤二虎的 一扶领子给抓住 二话不说是 左右开弓 这家把汤二虎给揍了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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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 消着二十多个嘴巴 谁见过这 把汤二虎给打击了 你打谁 打他 他问打谁 你怎么了 你疯了 我没疯 你才疯了 打谁 就打你 啪 啪 汤二虎觉得 当这么多的人 实在有点下不来牌子 二五望虎你撤身 你再打一个 打就打啪 又一个 你再打 啪 又一个 打了 怎么的 好 那 你随便打吧 咱们一听 闹了半天 就这么两下子 张作霖 你还太不像话了 欠身离坐过来了 二嫂 二嫂 怎么了 今天咱们是喜日子 大家正在祝贺的时候 你这是干什么 师长 我们家里他贪事了 我打的是轻的 我还要宰他呢 天的牙子说的是 你转身在女兵身上掺 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 张开狗头对准 汤二虎就要 搂火 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反复收听 空中书场 请拨打收费电话 266-54321 266-54321 长天评书 乱世枭雄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宏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独生